姑娘 还有多少个姐姐妹妹啊 她就是很喜欢在外面认亲戚 然后就是自己家已经有两个姐姐了 天天在外面 这个干姐姐 这个干妹妹的 然后最夸张的是 她把自己的前女友认作自己的干妹妹 你说谁家正常男朋友会 跟前女友有任何的纠缠 她倒好去认作她干妹妹 她这个前女友也是一个人才 就是在短视频平台过来关注我 那她关注我了 我就礼貌性的回关一下 我说我看看怎么回事啊 到底找我干什么的 是不是来找事的 我回关以后 她就跟我说了一些 她们之前一些甜蜜 幸福的一些故事 她们俩之前养了一只金毛 她还把那个金毛的照片给我看 你说你看我们之前养的狗 你看可不可爱 就茶里茶气的那种感觉 她说要跟我做朋友 说要一块出来玩 然后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她是缺朋友吗 找我玩 然后她给我的态度呢 就是说你跟她去玩啊 你还能对比一下 是吧 我对你比我对她要好多了 就这种想法非常不理解 各位吧 这就是当时 我就想让她知道一下 我对她有多好 因为之前确实是不怎么喜欢 我那个前对象嘛 我就想让她做个对比嘛 比较一下 然后她因为这事 她拿我手机去骂我前女友 就是我当时让她去骂她 她就拿着她那个手机 就是那个绘画窗口你知道吧 让她打字 她那个手啊就在那倒 一个字是倒不出来 就不知道自己的脑子里 是夹杂着一种心疼 还是什么不舍的情绪 她就没打出来 我直接把她手机抢过来了 我就直接把她骂了 我就说你别来烦了 然后好不容易 这样我去骂她才消停了 好一阵 你们是不知道 当时她骂可难听了 我觉得我一身世 她不极会我形象吗 什么身世 所以当时我就去认我 前对象当干妹妹吧 什么叫干妹妹 就干妹妹 妹妹是一种什么关系 什么责任 什么义务 就是一纯妹妹 她觉得认了干妹妹 就是意思是 我跟我妹妹不可能吧 就不可能正常的来往 或者更紧密的来往 对 妹妹嘛 就是打着这种名义 打着这种幌子 可能是我俩想的不一样 因为我只是想让她放心而已 放心你就不联系不就完了吗 就是不联系啊 但是她先扭过来 还找着跟她联系 就是对她余情未了 我不知道她是真不知道 还是装不知道 反正就纵容着这种行为 不是 你这种行为就是不对的 因为在我们古装戏里边 先结拜 后恋爱 这都是套路 你这样的完全就是错的 就是所以说 让女孩多想着很正常的 然后她前女友 就是还跟她朋友 好哥们一起玩 就是在她社交圈 在活跃你知道吗 就是让她 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有的时候 她朋友发发他们的合照 什么的 让她时刻记得 她还有这么个前女友 然后就很明显 跟她和好啊 然后她就是 明知道 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 我感觉她是知道的 就是装傻呗 就是我知道 但是我又不跟你怎么样 反正我现在有女朋友 就搞这种 不亲不出的关系 那她建议我 那我就没跟她玩了呀 都不说什么干妹妹了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死心不改 还在外面认识什么干姐姐 既然有妹妹就要姐姐 咱相互呼应是吧 她有个同事 跟她关系也挺好的 这同事好像这两天 买一个什么新车 她那同事自己不开 天天她屁颠屁颠的 去给人家当司机 去给人家开车 同事这样嘛 相互帮助不应该的吗 刚买的车呀 她还不熟悉 一个女孩子嘛 我觉得这是我一个 绅士绅士 就是她还说 开她车是吧 去上海外还能省省 路费什么的 你脸挺白的 你骂我的吗 你是不是 今天开人家车 就屁颠屁颠当司机 就这个姐姐 有一次吧 我们一起出去玩 她就买了杯冰水 然后她特地把那个水啊 就在手里在那 呜呜呜呜 任是用手心的这个温度 给它呜热了 给人家送过去 这个情况 是你女朋友在场吗 我在场 你在场 我们一起的时候 就完全无事啊 然后就是她还经常晚上 出去跟人家玩桌游什么的 一玩就一宿 然后她也不想着陪我出去玩 我还听说 她给当时那个女同事 每个人泡了一杯什么 枸杞玉米茶 跟我说养生 每个女孩子 就是买一些什么 小礼物什么的 我是这么知道的 她没有告诉我 我拿了一个小号 然后到他们那个粉丝群里 我就去 关注了一下 送的是什么礼物 就是那种什么 手机壳呀 公仔什么的 非常贴心啊 手机壳上 还印有她 名字啊 什么 他们那种后援团的 什么名字 然后给每个人都送 然后我跟她前段时间 一周年纪念日 一声不肯 什么东西都没送 人家女孩在朋友圈 就是转账鲜花什么的 我是什么都见不到 那是不是上班累了 回来忘了 后头给你补上 你就不要了 事后跟我说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别问 我也就是不要 你可能更应该多一点的 去体贴你的女朋友吧 不要把心思放在那些房间吧 就还有一次啊 我们一起出去玩 一起旅游出去玩 有个女孩子 上衣穿的比较短 比较少 她就自告奋勇的 把自己的外套 去脱给人家穿了 她都没有跑过来问我说 亲爱的你冷不冷 跑过去给人家穿了 你怎么想的 人家没有男朋友吗 要你操心 跟你有关系 那我当时看她穿的多呀 人家过来找我用衣服 我能不给人家吗 那是不是女生你惯的呀 她做这些事情没有后果呀 因为她每次都说 工作需要工作需要 道德绑架我 她不是道德绑架 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我不觉得她是气氛 她特别享受 她今天是我得一宝 我给你们讲讲 我这宝多好啊 我这宝既有干姐 还有干妹妹 但凡是女人 往我这宝身边一过 就聚集在我宝的周围了 我是多么的喜欢我这个宝 这是你给我的感觉姑娘 但是并不是老师 我真的没有听出 你语气里面的任何气氛 愤怒 或者说在一段情感当中 我被受伤了的感受 我听到的全是赤裸裸的炫耀 我不知道你们听的什么感受啊 反正我就觉得那个 就是异性方面嘛 我挺理解这个小姐姐的 我们现在的矛盾就挺多 就是因为她的异性 对 你看好嘛 你是有很多弟弟和哥哥吗 不是 误会是吧 就全是误会 就是她不信任我 还是就是跟异性的调 就她想太多了 我不知道阎老师你们听什么感受 她要真气的话 我就说最简单的例子 你就当面训她 很严肃地说一次 再有第二次 再见 这就叫我后果 让她知道有后果 她就不敢了 男生对女生 一是因为不够爱 所以看不见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谈了一年多了 然后每次她就 还是心软 就是会原谅她 因为你在她身上 能找到自信 如果你一直在这样的 一个感情的价值观当中 继续沉沦下去的话 那你未来遇到的 都会是渣男 为什么 因为你非常没有 自己的边界和底线 有两点 一个是跟前女友联系 还认干妹妹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 在外给自己 单身人设这件事情 就是这种事情 它不是可以包容和原谅的 它不是通过一个道歉 或者祈求 哎呀我错了 对不起 就可以再继续关系的 如果这种事情 都可以被原谅的话 那未来等着你的 你就会遇到一个 又一个的渣男 所以在这段感情当中 我不管何去何从 我只提示你这一点 注意 不要让自己变成奇渣女 我虽然刚才那么说你啊 但是说句实话 在这个岁数 谈恋爱本身就是这样的 双方都很优秀 但是有人没有成熟 不知道怎么去管理 不知道怎么去画边界 甚至他说那个话 我觉得他说的 有一部分就是实话 我真是啊 我不应该这样 这也是他的认知 你应该没有实际跟女生 发生过什么东西 对吧 对 以你们现在的这个年龄和这个 你要求一个22岁的男生 懂得什么叫珍惜 什么叫边界感 22岁的时候你懂吗 不懂 22岁的时候你懂吗 咱们扪心自问 没人懂 你到了一定岁数 有边界感的时候 你认为是 你现在跟他说中央空调的概念 他打心眼里一定不服气 我没跟这姑娘干什么呀 我怎么了 他穿的衣服 然后给他披了件衣服 我不觉得干什么 但是在有情感经历和经历过的人看来 这件事情越界了 可是他那个年龄他又不认知 这就像为什么那个大姐走不出来 为什么那个大哥觉得自己总是对的 就是我们的认知到达哪个边界的时候 我们做事就是到达什么边界 就这个你要是严老师也好 还是沙纳老师也好 就你男朋友刚才你列举的随便一件事 足够杀无赦了 真的是 在你那还笑着讲 风轻云淡 这就是你们这个年龄阶段谈恋爱的样子 必须要从这经历过走过来 但是我跟男生说一句 咱们总得成长 对吧 就今天老师们说这些问题 你要注意了 但是借着川哥的一句话说 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样子都永远都会老去 我们永远不可能是现在的样子 现在的状态 但是当我们老去了之后 我们还剩下什么 是在这儿 所以说接下来的日子 除了这方面 我们敷面膜保养好自己之外 这一方面也是很关键的 对不对 我们内核的东西更关键 好不好 才能让你更长久的魅力 所以这是你们谈恋爱的样子 就记住就好了 不要轻许诺言 一步一步慢慢来 一定要自己的底线要求 姑娘 就是这就是我的底线 突破 咱就分开 别这么拉扯 男生也一样 你别老觉得那个事不是个事 重新提高认知吧 懂了 好吧 行